我是給後面那位女士 有三件事先說 剛才你說大灣區 為甚麼要我們香港人去大灣區 不如你每天的150名額去大灣區 等於香港 現在旺角也有叫做香港區 不是不是旺角 是廣州 廣州也有香港區 為甚麼來這裡真正香港 就去廣州香港區便可以 你說要一家團聚 你給回香港那個男人 當大陸有個活跡 在上面做地貸物 地方又多 風氣又好 當大陸去 團聚 不用香港團聚 第二 那位良遊 你又不用怕 現在住在廣州 連天台 他們那些票 大器 他們是拿票來和理非非的 全部都是共產黨票來的 不要和理非非騙人 大家知道甚麼事 第三 團結支聯會的蔡耀久 還有佳宮 梁耀忠 還有民主黨那些 某某黨員 全部都支持 雙程正可以在香港醫療排得對 可以擁得我們的香港醫療 雙程正 好了 單非兒童也好 雙非兒童也好 盡快和他們申請公援 給了香港福利 團結呢 我贊成在我們這個層面 民間團體 真真正正 支持香港的民主派的議事 議員 這樣團結呢 我就贊成 如果加上剛才那些甚麼 偷差議員呢 我死你 你看啦 混蛋 那現場還有其他人士想發言的 那我們呢 接受這幾位發言之後呢 我想交給施德羅 再開放給 還有下更多位去預備 還有哪位想發言的 可以舉起對手的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 三位 一輪 這位先生先 我想問一下呢 那我就叫做 最近這叫做大半年呢 我都見到呢 有很多小型的社區組織呢 那都是在做一些叫做 擺陣可能會參選 未來一九年的區議會 選舉的 那我就見到呢 就是 但是他們呢 但是他們也都叫做 不一定是 拜那個大教授的公文計劃的問題 我就想問一下呢 再在幾位嘉賓 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 以我所知呢 就是無論民主動力 還是大教授呢 都有好努力呢 協調一些社區小組織的 那可能 就是他們會在每一區那裡 再去重新 找一個聯絡人去做總合 就是我很想大家去明白 他們背後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去做功夫 但是當然 如果是有潛力的選區 一定多人競爭的 而到最後一定就是 最強的 就留下 那如果是選擇放棄的 希望他們能夠保持一個開放的心胸 能夠下一次再來 去支持我們的同路人 那這些是一定會這樣發生的 那所以剛才大教授那句 最重要的說話就是 連安華和馬克泰爾都可以放下成劫 暫時先砌 為什麼我們不行呢 一定有競爭 矛盾一定有 也都有很多聯絡人在做功夫 但是到最後 是有人要稍作犧牲的 都希望他們能夠暫時去放下自己的一些不開心 下一次再來 那這個就是我想是最大的功因素來的 之後是 不是 這 是的 李偉先生 是 我講講 就是區議會 你們 2019年 參加區議會 他區議會的目的一定要奪取 就是要贏 要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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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用心出來做的 要搞誠意 就是你無論什麼牌 就是對市民負責 因為市民在一個區議會 是政府安排的 是有一個利益 就是用區議會 就是幫他們解決很多困難 所以我們呢 必定要幫那些市民 真正幫人 我講講一個經驗 就是好像吳德寶那樣 我在他的區 他在華油麻地是票王的 他怎麼票王呢 他在提早兩年 在那個區做功夫的 就是經常見到他在那個路口 周圍都派全家 同時真是很虛心的 很誠懇的 還有呢 還有時幫那些人買些便宜的米 就是他怎麼買便宜的米 就是可能他用那些 一些人事關係 就是叫那些 買一支車去這個 那個屋村 就給那些居民 就是便宜過超市場 索幾十元一包 同事這樣的重量 就是真的覺得他很好 市民都覺得他很好 他之前都有一個建制派 他們不認建制派 但是他們總是不做事的 在某個時候出來送東西給人 但是他們被市民簽了 他覺得贏力 真的覺得宜得不好 用個心出來做 他做到現在 都是這樣做 好 所有市民都覺得他好 所以我們如果想奪取值 一定是要幫那些市民 拿個心出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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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電視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格仔三位位先生 那我們就 加布先生 多謝 我呢 就不想說這件事了 因為我的構思都好 一定說 各位有講過 即是每日 單程的150 那個名額 最好 叫香港的特區政府 叫他去大灣區 先 鼓勵他先 不要說 法定要批評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同這件事 我覺得很好 對不對 那就變成了 他在那裏 適應了 我那裏的香港 我們的香港 就是那裏 那他適應了 不在那裏 我不只說 認同 對不對 我都經常鼓勵這件事 謝謝 謝謝 謝謝這位先生 那我們暫時 就交給施德萊去講一下 我想他講一下 究竟 由現在開始 下區 夠不夠時間 其實就是怎樣做區的 拿個心出來做 蘇蘇剛才說 我們要拿個心出來做 其實做區 是有 即是 怎樣為之拿到個心來做 但如果 因為呢 我們是鬥蛇齋餅種 鬥派野 一定不夠建制派 人家幾億幾億這樣 扔下來的 十幾億啊 是的 那我們交給施德萊講一下 好 謝謝小麗老師 剛才阿蘇蘇講到 虛心 誠懇 勤力 我想這幾句 是選區以來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真的 告訴你錢 錢是排第二 這三個東西是排第一的 如果錢是排第一 我想 我是民謙 民謙應該收了檔 因為民謙應該是 我想 泛民裏面 其中有最窮的政黨 是吧 應該收了檔 今天呢 我們還有十幾個議員在 那我想 相信呢 真是剛才 我都是新當選 但是余德寶呢 一起去 油麻地 拿單張的 選舉 因為我都住油麻地 經常去拿單張 虛心 誠懇勤力 特別是年輕一代 是很重要的 那順手呢 想說 剛才那位先生 說到一些小政黨 那些小政黨呢 那些小的團體 想去參選呢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 四百幾個區 老實說 我們沒有可能贏了四百幾個區 但是呢 一定要有長短打 有些是真打的區 有些是掩護的區 其實我這陣子呢 我自己是 黃大仙區 十八區裡面 其中一個 叫做 地區的統籌 我就不會是黃大仙區的 其實我跟大教授 做的事情就是 找著一些區 那些區是真打 哪些區是牽制 所以我們有兩款的候選人 有一款呢 殷殷勤勤勤勵 最好天天 朝到晚都在那區 派單張神聰 晚年 就是為街坊做多民生的事 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那個是要贏的區 但是呢 大家知道 有種票啦 人家有無限的資源去分配 但是所謂無限呢 其實他都要選哪些區 是集中一點的 局去呢 我們選不完四百幾個區 所以 於是乎呢 有一批自動當選 有一百個 一百個區呢 平均每一屆 一百個區是自動當選的建制派 他的 候選人 即區議員 他的助選團 就去幫旁邊的選區 所以呢 最重要的基礎 第一 有四百幾個區去選 而四百幾個區裡面 大家會知道的 特別是 有意參選 四百幾個人會知道的 就是 有些是牽制 有些是爭打 目標 做一件事 19年 盡量過到半 沒有可能一個區贏三多席的 老實說 這句是真的 但是每一個區 都過到一半 就是我們 做重要的前提基礎 這件事 不單是區議會的民生改善 區議會過半 立法會 工人組別 區議會過一席 說的是 2021特首選舉的委員會 有117席的區議會議席 我那時候也有去選的 九個民主派 但是 都是全部是炮灰 因為 那個是全票制的 一定輸的 但是 我們不想他自動當選 找九個時候去選 搞到 他們那班 那四百幾個區議 都要去投一次票 所以呢 我們其實整個工作 是在做些什麼呢 就是 第一 我們呢 就是參選人 我們一定要協調得到 四百幾個人去選 第二 就是一些經驗的傳授 很多是政治素人來的 戴慧萍剛剛就走了去旺角那裏 就是做一個培訓班 那我們民協了一些 有經驗的區議員 都是其中一批港者來的 那現在我們民協自己呢 又會做一些培訓工作呢 過去呢 真是為了自己 就只是做給我們自己的參選人 接下來呢 會做一些公開一點的講座 就給有義師參選了四百幾個人 有興趣的 你來吧一起聽 因為呢 我希望你幫我在旁邊左右 贏多兩個議席 贏多區議會回來 所以一起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接下來這段時間的工作了 阿西文有沒有什麼說 阿西文都是主持人之一 其實 我很同意在座的很多發言者 剛才說 做區是要用心 因為呢 我們只有心而已 我們只有真心而已 是不是 我們可以買這些花 我買到多少支 一萬支 建制派買到十萬支 是不是 你跟他 他買真花都可以 你跟他 就扔錢呢 一定不夠他扔 但我相信呢 香港市民的心呢 是清醒的 他們不是 他們要的是一份心願 他們不是要錢 他們實在是 要我們整個社會 能夠給下一代生活得開開心心 問題就只是呢 現在有很多事呢 是被人抹黑了 扭曲了來講 明明民主派在做的事呢 是為民生好的 但是呢 這個就是 這個政權 收買了無線電視 蓋析了其他的傳媒 買了我們的傳媒 就是收回一些小型的 民間自發的傳媒 是說真相而已 然後每個人就說 喂 拉布啊 或者是在議會上抗爭 就等於不上班 其實論上班 誰救民主派勤力 論發言指數啊 我們試下計下發言指數 看看哪個議員勤力 但是我們被人扭曲了 我真是麻煩在這裡的這麼多位 真是你們才在作戰的前線 麻煩你們勤力點 在Facebook 在WhatsApp群組 在日常生活 和你身邊的朋友解釋清楚 喂 其實民主派才是為民生 為什麼啊 那些建制派 那些保皇黨 送隻雞給你 那又怎樣呢 他投票 將我們幾千億 扔下去起那些爛鬼工程 令到長者沒有退休保障 令到那些基層呢 就沒有 即是低樽呢 仍然都是這麼低 外判制呢 就壓到很低 最低工資是這麼低 他們令到那個施政呢 全部都站在有錢人那邊 派隻雞給你 即是贏粒唐書間廠 這些要靠大家 去幫我們講清楚 要靠大家幫我們講清楚 議會抗爭 剛才是一節的 支持 以前 之後可以回去的了 其實我們是用這件事 來提醒市民 議會現在發生著不尋常的事 我們要揭力抗爭 所以這些事呢 是真是很麻煩大家 要幫我們在前線 在那些WhatsApp群組那裏解釋清楚 不要被人一路滲透 因為有很多長者呢 不是很分島 他們沒有看這麼多的資訊的 他們真的會相信了 一些很簡單的扭曲 方話講一百次 就變成真相 所以真的很麻煩大家幫我們去澄清 如果大家站在前線 不幫我們澄清呢 我們在這裏做這麼多呢 都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傳不到出去 我們現在沒有傳媒在手 靠大家做我們的民間廣播戲 一起將我們浩然之氣 去講清楚出去 幫我們去解說清楚 我們一定贏回這一仗回來 我真的好 在這個論壇裏 我真的再次去 除了感謝大家的參與 我很想講 其實剛才覺得 大家經常都覺得團結很困難 是困難的 但是真的給點時間 我們是真的做得到 因為我仔細一些描述 我以前呢 就做民間教育 民間論壇 一向都 雨傘運動到我當選之前 我說擺了超過二百場 是真的 室內室外 加上超過二百場 但是當選之後 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每天在議會裡 真的留二十個小時 睡幾個小時 那就沒有時間 搞民間論壇 多虧這個民間工程會 有做 可能當初有很多人覺得 這個小禮懶了 不知道我在議會這麼久 懶了讓我來做 我們可能會變成分化 哎呀他又不做了 他又誤會我 說我是非 半年了 一年過去了 真是來回地獄 現在你幫我 我幫你 是不是 我們不講是非 你做不到那些 我就幫你做 你說Wilson和Sherman多好 幫我印好後面這些 這樣的 banner 幫我叫你們來 是不是 我提議嘉賓 他又幫我約 是不是 然後我們又幫忙做主持 做得多 做得多 我們結合不同人的力量 這樣都結合到了 我們就能夠再推而廣之 文協和我 說真的 你以為我們2016年沒有吵架嗎 現在文協都很幫我 是不是 是 是不是 放低成見 好 放低成見 勇闖前面的難關 放低自己的個人利益 就能夠為社會做到最好 這個就是大家都開心的 是不是 是 謝謝大家 我再次開放一個發言的時間 給台下的聽眾 快點我補充一下 沙文先補充一下 快點我補充一下 其實 現在香港那個政治情況 其實大家都很了解 其實 今天 在今時今日 我接觸過 其實泛民的議員 特別是站在最前線那些 其實是很大的犧牲 我想今天 如果在香港 你拍胸口說 我是要從政的 而且你是 站在泛民那邊 我想你半個身已經入了監倉 如果今天你看到我們 我們 我們的議員 不是被人DQ了 有些 由選都沒有選 被人DQ了 有些 就算你投了票 選了出來 他都會被人DQ 或者有些 不是議員那些 或者是銘 或者是文婉那些 就被人抓去坐牢 黃之鋒那些 被人抓去坐牢 所以其實 我自己感覺到 其實他們是很大的犧牲 而他們其實是很需要 要後面呢 是很多人 給支持他們 即是說 其實我們是一個團隊 他們是站在最前線 當然 中間有一些 就是中間的 或者 你覺得我的力量 不是那麼大的 我做後援的 OK 沒有問題的 你做建本戰士 都OK 都沒有問題的 我都不會批評的 即是我不會批評 你不出來幫忙的 你只是在這裏打機 不會的 我覺得你做到 你覺得你做到什麼 你就是做什麼 最基本 我們都是香港人 你登記了做選民 最基本 你可以去投票 去行使你的投票權 去令到香港 即是好像 剛才大家說 即我們其實都可以 馬來西亞這樣 是可以創造一個奇蹟 而且香港人 不是沒試過創造奇蹟的 好 其實小律師 我們當中都很奇蹟 我見到我們有工黨 夏樂熙來了 又有社軍 劉智雄牧師來了 還有 房主婦牧師 都是來著的 他今早窩室了 我五點都好 都會到 他遲了一點 這樣就交回台下了 我們開放時間 看看有沒有在場的市民想說話 這位綠色先生 還有沒有其他的市民 如果沒有 暫時交給綠色六三 這位先講一會 我們無求簡短 接著就到劉牧師 我剛才升到眾志的論壇 接著來找你 多謝 你看他多勤力 多謝你這麼勤力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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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是劉智雄 我本身是牧師 我想分享兩點 第一點就是 第一點就是 我們手上的一票仍然是很重要的武器 所以無論我們要投票 我們一定要出來投票 還有我們也鼓勵更加多人一起去參選這個區議會 其實我本身都是同行戴著手 支持教授 推動這個風雲計劃 其實很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要留下 雷動計劃其實是成功的 大家想想 那次立法會選舉 其實我們是有進帳的 只不過呢 就是中共呢 打毛 打毛 立刻DQ了我們六個泛民議員 就是把整個泛民的陣營 就是去一個很大的一個破口 缺口 在當中 但是你要留意 是中共要洗橫手出毛招 才去搞到我們 那你想想 其實在雷動計劃裡面 其實我們是有成功的 我們是有進帳的 所以其實策略投票呢 是有效的 所以其實風雲計劃呢 其實是繼續延續這個策略投票 一個思路 就是繼續在一個區議會裡面去爭取 其實區議會的議席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 就是每個區議員呢 其實他後面都有些助手 其實在一個區裡面 就深間細座 那也是多區議會的議席 多的時候呢 其實也都會 我們 再爭這個立法會的議席呢 其實是都有幫助 就是在當中的 還有大家要留意 其實今天我們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被規劃 我們被規劃呢 我們是大灣區啊 就是很多 根本我們 我們不能去決定 我們 我們整個城市 如何去規劃 其實呢 在地方裡面呢 其實很多的市政呢 其實自從呢 就是殺了 殺局之後呢 其他市政有很多 很多問題 譬如我自己旺角為例呢 有一條街呢 有很多老鼠的 OK 廣東道 那現在都是有老鼠 那廣東道有個廣東道街市的 其實荒廢了在那裡 就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擺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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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草老鼠 又髒 但是呢 沒有處理的喔 整個區議會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其實呢 很多的區議會那些地方的市政呢 其實是要處理的 所以大家是需要呢 選一些有心的人呢 出來呢 去做這個區議會的工作 爭取更多議席 以致在立法會議席裡面呢 其實也是呢 真的可以帶來一些的改變 在當中 那我想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 其實改變是有可能的 我以自己為例呢 其實我 我普通的市民來的 我是一個牧師來的 我又不是政治人物 那樣 但是我2015年呢 其實我也有參與區議會選舉的 那其實我也很闖寸 只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那也是呢 其實我選的區呢 都很多艱難的 因為對手呢 都是當區居民 做了很多年的區議員 那那個區呢 很難做的 就是我做的區呢 是連Banner都不給掛的 OK 那我在這裡 接觸街坊呢 都很困難的 甚至接觸街坊的時候呢 也都被安排 連帶那個環額啊 就是掀置自己是誰都不行的 OK 那我做什麼呢 我就在上班啊 放工時間呢 就在地鐵站呢 就跟那些人去握手 打招呼啊這樣 那結果呢 我只是輸三百多票而已 OK 很少票數啊 那我想說 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是總之一件事呢 就是千萬不要放棄任何的 可能性的機會 沒錯 中共是不斷呢 打毛波啊 有一個變陣啊 那我們又變了 啊 就是我們又變了 其實我們還有 大家記住喔 你的一票呢 那個槓桿效應是很大的喔 因為呢 就是一票 可能上面呢 要動員更多的資源呢 去影響你的一票 所以我們那個槓桿 很大的 要呼召更加多人呢 不論參選也好 投票也好 其實呢 令到上面呢 那個動員的 他要扔的資源呢 是更加 不知道多少 多少倍 就是在裡面 所以呢 千萬不要放棄啊 現在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面呢 其實是很 其實很艱難的 我想剛才也說了很多 但是呢 我們只要仍然有一個機會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把握 因為整個世界會變動的 就是整個世界的局勢啊 你中美謀戰 其實很多 很多事情會變動的 其實日後怎樣發展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需要把握每個機會 當每次有一個機會的時候 我們都去做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在壯大的 我們公民社會的力量 公民社會是最重要的 就是壯大的力量的時候呢 就是抗衡這個政權 那個不義的那個 就是它的故事 希望 接下來我們 給予此努力 為我們所愛的城市呢 最一分力 多謝各位 謝謝 我們就請 多謝林牧師 我們請工黨的夏樂熙說幾句 你好 我是工黨的夏樂熙 我們在各地區的情況 大家都協助得很好 我覺得幾個經驗 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我們其實 各個民主派的政黨 或者本土派都好 都會互相幫助 譬如我們工黨 當然是負責多些勞工問題 譬如之前 實惠各村清潔公共的問題 就是等於海麗村那件事一樣 和監控 或者其實 關於樓與管理的問題 我們工黨就比較擅長 就會協助其他的 民主派 或者其他的 總之非建制派的人士 去做地區工作 如果遇到法律問題 都會請公民黨協助 或者其他地區問題 都會請民主黨協助 其實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有些甚至本土派的朋友 都會過來 因為我們都幫他們 都幫了手 其實經驗不足 很需要我們協助 所以我們都協助他們 一起去團結 去對抗這個保皇黨 所以我們在荃灣區裏面 協調做得比較好一點 沒有狀區的問題 大家都會一起做事的 一些共同議題 都會一起做事的 例如之前說 西樓閣花園的 一億宮廷的改建問題 那些 我們都會一起做的 那我覺得呢 有個經驗我覺得 挺好的 就是關於這個 樓與管理的問題 就是要反圍標的問題 我很多時候見到 在中產區域 我之前也算中產區域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是對政治冷感的 很多香港人 都是政治潔癖 覺得政黨就是不好的 但是當碰到他們的利益 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 一輩子或幾十人的錢 都放在樓上 然後被大廈維修 要維標的情況下 就會出聲了 就會覺醒了 就會知道重要性了 就會從這個法團的選舉裡面 開始去實踐這個基層民主 去自己下手下腳參選法團 自己下手腳去看文件 掠解社區的問題 這樣其實是一個啟蒙 社區民主的啟蒙 我們覺得可以從一些 譬如小一點的 可能區議會都還太大了 就是棟大廈 來做一個法團的一個 管理的民主的一個啟蒙 慢慢慢慢呢 就可以 累積到他們的民主意識 然後呢 慢慢從這個大廈 屋苑 跟著就成為一個社區 去組織 是的 我講那麼多 好 謝謝夏希露 我見到馮智煥牧師來了 寫慣的你 大家待會 給美姐2047的美姐說一下 各位 我不會說話的 說錯呢 大家指證一下 我們 我們的國家 我們香港 數了一部分 你說我們的國家有多大呢 記不記得 960萬平方公里土地 我們的國家有多久歷史呢 如果說起來 就叫做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但是 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只有 我們只有 香港 這個地方 這個 一千平方公里的 這個城市 是可以 選舉的 但是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是不是應該好好珍惜這個機會 登記做選民 發出你的聲音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不論你是哪個階層 你是哪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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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 選不選都一樣 有些人都說了 事了 那不是喔 你的議會 不論是區議會 立法會 都應該應該有多種聲音 不能夠有一種聲音 有一種聲音 我們是死火的了 我們知道 在我們鄰近地區 是有一種聲音 民間有幾多 幾多不平的事 都身素無門 因此 大家應該好好珍惜 你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 登記做選民 還有 選哪些人呢 我覺得 應該選 代表 你的聲音的人 不要給那些 感上添花的人 那些感上添花的人呢 他 我們作為 一個 納稅人 我們交了稅 我們出糧給他們 但是 有些 保皇派呢 他是 收了 我們的人工 但是 他沒有幫我們 監督政府 他只是擦政府的鞋 擦完政府的鞋 擦北京的鞋 然後政府 給他一些優 給他一些好位 或者上面 又給他一個大分章 或者又給他一個政協 什麼人大代表 他雙重得益 他不單止不幫我們做事 還要雙重得益 你想想 你投票 給那些建制派 保皇派 是不是雙重損失呢 所以大家 要醒目點 做個醒目的香港人 第一 要登記做選民 第二 要投票 第三 票求民主派 起碼有兩重聲音 起碼有反對的聲音 來平衡我們這個社會 是這樣 好 謝謝美姐 我想補充一下 真的很想在場 每一位都叫你們的朋友 記得登記做選民 登記完 記得投票 最緊要記得投票 上一次姚先生很不幸 我們是謹敗2400票 其實輸少少 在選舉上輸少少 但我們在議會上就輸多多 其實這些這樣的保皇黨 它不是建制派 它沒有建設我們的制度 我們的制度 法治和廉政公署系統 全部被他們破壞 是不是 他們真是破壞制度派 他們是保皇派 我們如果在選舉上輸少少 給他們 我們的民生 我們的大政治 我們整個社會體制 都是輸多多的 我們的體制被他們破壞 我們的公帑被他們 賭錢落海 去建造那些沒有用的大白象基建 以前說它沒有用 現在沒有用不只 還是豆腐渣工程 你想想 連那些防波堤都會流去 然後那些裝腳 又會下陷 其實整個海藏都不知道 被他們搞爛到怎樣 我將來不會夠膽 走那條港珠澳大橋 你將來人命 嚴重傷亡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真是警醒 無論我們真的怎樣都好 香港人要堅持 千萬不要再投給 無論任何的緣故都好 不要再投給那些保皇黨 香港人出來投票 投給香港人 投給為香港人發聲的人 我們香港人不再可以輸 我們一定要一場一場的戰役 拿回來 希望大家團結一致 今天很有士氣 我們慢慢 由地區 由街坊 一路一路打上去 逐步逐步贏回來 大馬人都可以創造希望 香港人 企硬 堅持下去 我們一定能夠創造希望 多謝大家 交給 防治會牧師 對 多謝小禮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點來 我欣賞小禮和其他的議員 其實大家知道 做議員的確不容易的事情 我做過 所以我都知道 我做過區議員 區域事件局 立法局都做了 是的 那麼 那麼 這個社會呢 是需要有人 去做多一點點事 為了社會 為了公益事業 為了大家的福祉等等 那麼 議員呢 其實真的很辛苦 有機會再說 但是大家呢 只是投票過了那段時間 對了 只是用幾分鐘時間 就投票過了一下 是的 那麼 香港的選舉的安排等等 不是太理想 我希望可以再理想些 是方便大家投票 譬如說 譬如說 那天放假的 或者兩人出現此類 是方便多些人投票 那麼 政府現在呢 當然是闊老爛你了 是吧 我們自己 積極一點 剛才也有人提過了 其實現在呢 登記率是很低的 不夠一半 拉雲來計 越年輕越少人登記 那麼大家找一些原因 大家知道什麼原因 而是呢 怎樣鼓勵多些人出來登記 先登記 到時能否投票 另一計 但是呢 你不登記了 到時不能投票 大家明白 所以 我們希望呢 多些 我們呢 就是 鼓勵多些人先投票 但是我知道不容易的 我都叫那些人登記 諸如此類 因為這裏著力一點 是吧 是吧 登記做選民都這麼難呢 大家要想一下 為什麼 登記做選民都沒有興趣 為什麼呢 是不是對香港 完全沒有望 諸如此類 其實最簡單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政治冷靜 那些事情不關我的事 是吧 那 大家看到最近 什麼事情發生了 希望那些人呢 起碼看一看新聞 是吧 是吧 啊 希望忠肯一些新聞 是吧 是吧 那大家發多些新聞 特別政治性的事件 或者民生的事件 給多點朋友 無論對什麼事都好 藍蒙 藍蒙 諸如此類 藍不藍絲 諸如此類 讓他了解一下 其實民生和政治是相關的 不用說 是吧 大家說得最多就是 劏方事件 諸如此類建屋 有沒有地啊 是吧 是吧 那 其實 民生的事件 對那個政治的選舉 是非常緊密的密切 就是正正因為我們政治體制不好 正正因為我們還沒有民主 有些人還以為我們已經有 其實不是 我們一部分的選舉 其實呢 未達到半數 對了 有很多的事情 大家看到 就是仍然政府 行政主導得很緊要 希望 先登記先 現在不夠五成 我們目標可不可以六成七成登記錄 給個目標自己 給個目標自己 是不是登記錄 是的 現在有些朋友呢 就很勤力了 就是乘去街站等等 看我們呢 是 在這裡開始 今天我們呢 又帶領來 他有沒有說到 怎樣去鼓勵些人登記 有是吧 大家穿來這些 其實呢 不是難的 我覺得登記而已 那 譬如呢 有些年青人呢 他去 拿身分證第一次 那裡已經登記了 了 我兩個兒子 就是這樣登記的 其實 拿身分證 第一次拿身分證的時候呢 你夠 十八還是二十一 十八 十八 是吧 那裡已經有人 是 漏你 就是登記了 那些政府的義工等等 我不要記得 是的 就是呢 希望有六成 七成 是最好的 多兩成人登記 然後這兩成人呢 如果按照一半 有一半人投票 那就怎樣 是吧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 去提高那個投票率 那個投票率 是的 現在投票率通常是 一半人左右 就是登記了之後呢 一半人出來投票 那其實為什麼這麼懶呢 是不是 是的 可不可以 但是我們都希望 如果再提高呢 是一成 六成投票率呢 那就已經 天都幾光下了 是不是 喏 就現在的登記率 提高一成一六成 我們呢 民主派呢 已經天都光了 如果再配合登記率 一成至兩成呢 那我們就緊緊腳 不是 勤力點 就是我們開心點 其實呢 就不是困難的 其實呢 就是在投票而已嘛 最困難的就是做議員 被人DUQ了 好嗎 是的 我們常常批評議員呢 不是錯的 但是我們要盡一分力先了 就是投票開始 好 聽聽大家的朋友 謝謝 謝謝 好 我想總結幾句 然後就交給台下發言 我知道很多人都發言過 但是可以再發言了 其實呢 首先交代一件事 就是剛才不夠時間交代的 就是很多人都會困難 民主動力和風雲計劃 兩個不同的計劃 究竟是 都是關於區選的協調的 究竟那個分工是怎樣呢 民主動力呢 其實就是處理政黨裡面的 他們的 想出選的意願 的協調 但是呢 一般來說 都是不夠打完四百多區的 我們是很想呢 能夠打完四百多區 令到那些眾票呢 沒有那麼威力無窮 他打散了他 他要區區救亡 到最終 香港市民的眼睛雪亮 我們的勝出 一定是能夠高 就是有人講真說話 在區議會裡 所以呢 所以呢 風雲計劃呢 就是希望填空的 民主動力協調的 就是政黨和社區組織 他們呢 就是所挑選的那些部分 風雲計劃呢 希望是填了那些白區區 那就令到全香港士氣如虹 一起爭回我們的地區回來 很多人都不是很理 就是不是很知道 打地區是什麼意思 其實區議會有什麼重要性 其實剛才戴教授 和施德萊都輕輕講過 喂 我們的地區其實很重要的 最前線去接觸街坊 去營造他們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 去營聚社區裡面的溫情 還有呢 有一件事 你不要以為 就是區議會沒有用了 我由最仔細的講起 今年七一大遊行 大家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又第二次了 拿不到維園那個足球場 為什麼呢 明明一早就去年申請定 今年第一天就入職了 誰知呢 就是說那個什麼慶委會 就是很慶 慶得我們很緊要的那個委員會呢 原來他是 不知道為什麼 梁振英、梁愛思這些人 會成立一個慈善組織 有慈善牌 八八牌 所以他的級數呢 就高過民陣 民陣下面都有慈善組織 不過慈善組織是不搞得政治活動的 會被人脫牌、釘牌的 所以呢 就是他那個慶委會呢 就是很慶的 拿來做那些什麼科技指摸 要霸了六個足球場 就是要騙我們去草地 第二次是這樣發生的了 那我就問了 喂 民陣 不如我們每年都成立一個 就是八八牌的慈善委員會 就可以了 那一年未必申請一次 你知道我們個個都 我們的肩膀被人拖著 一年都未必申請一次 還有申請了 葉志顯就回答我了 他們還可以出 就是如果我們平牌 都是八八牌 是前線組織 他可以出區議會的 十八區區議會 都是建制派控制的 保皇黨 不要叫他建制派 就是保皇黨控制 所以我們出前線組織 他就出一個大D 就是區議會了 如果我們拿回區議會的控制權 起碼七一大遊行 就不用怕他們了 是不是 就是大D在我們手 其實周七一那個維園運動場 原來都關於區議會事的 就是大D在那裡 就是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不只是選特首的選委會 裡面有百多張票 七一遊行 我們拿回主導權 地區上面的社區創造 我們都拿回主導權 所以區議會其實很重要 希望大家呢 真是努力 踴躍出來去投票 令到我們真是 所有的民生的事務 社會議題 能夠得到關注 其實都是那些區議員 還有他們的裝卷 保皇黨那些 一日到黑在那裡說是非 在社區上面呢 黑白都被他們說成黑 抹黑我們在議會裡面的工作 如果區議員是多些民主派 我們都不會被人扭曲得那麼緊要 這個就是 真是在社區的最前線 去捍衛我們的下一代 我都想分享一下 今天呢 我由八點鐘到現在呢 論壇之前 就在這裡派母親節的花 希望呢 在社區上 給各個母親 有點滴的社區溫情 但是我心想 這個是 點滴的社區溫情而已 真正為天下的婦女好的 是什麼呢 當然是全民退休保障 那些媽媽做家庭主婦這麼多年 綿乾瑞塞 我們有沒有出過糧給她 沒有出糧的家用用來整治她 她就叫她去買菜來服侍我們 那不是糧來的 那不是糧來的 他們沒有糧出 有沒有得退休啊 沒有啊 做到七老八十都沒有退休的 所以叫全民養老金就對了 老了 為什麼那些打工的人 我媽在沙安才問我 為什麼那些打工的人呢 就有那個強積金 其實就是強姦金來的 都不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 為什麼家庭主婦沒有啊 如果我們真的對天下的媽媽好 是應該幫她在議會裡 爭回全民退休保障回來 無論區議會 我們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立法會 我們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如果我們拿回國控制權 拿回主導權 就是真正為天下媽媽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明白 在社區做的前線 點滴的功夫 和區議會和立法會 都識識相關 希望大家珍惜手頭上的一票 有票記得要去投 香港人共負難關 繼續拿回我們應有的主導權回來 多謝大家 我們將時間交給台下 誰想發現的 我先提一提 如果誰不想出鏡的 就先先說明 還有我希望就是那些未說的先說明 是不是已經說過了 就是再有時間先說明 先是隔壁衫這位先生 然後就後面那位小姐 小姐 跟著前面黑衫 是黑衫 是黑衫 我可以不出鏡嗎 可以 可以 正說到風雲行動 就說想著四百幾個區議員 這個 即我們沒有可能四百幾個跟它爭打 有部份應該是牽制的作用 剛才那裡如果爭打那些 現在已經開始要做事 我看到有些 我的區已經有人在做事 不過我查過的 應該是民主派陣營 我建議就算是想著牽制作用 對呀 對呀 要有戰略的部署 對呀 真的要是要用他議席 早點出來做事 這樣才能發揮到牽制作用 對呀 是嗎 要有戰略的部署 對呀 大家好 我也是一個主婦 為甚麼都來關注這個政治的議題呢 我也覺得民生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我是雨傘運動之後才去關心這個社會 雖然我工作都是和社福有關係的 但因為太忙了 作為一個上班的人 然後真的沒什麼時間關心這個社會 但是自從我覺得雨傘運動之後 民生和政治實在太大相關 所以我也很希望我們作為每一個階層 譬如我做主婦 我有些甚麼可以做 我有空會跟老伯 婆婆聊天 因為他們始終是最有空的那批 我又會跟他們聊天 顧書一下 其實民主可能有很多飯的 其實在我們自己的家長群組裏面 其實都會討論的 間中有很多藍絲的家長 即我Whatset好像很前些的 很黃絲的東西給他們 他們會沒有反應 甚至有時候 譬如一些基督徒也是 一些教會 或者一些學校的家長 都會比較為保守 我覺得 視乎大家的參考 其實我覺得可以去選一下這個 校董 或者家教會 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當然我自己暫時不會 但是我覺得鼓勵身邊的人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那個 你可以多些認識你的子女 做一下義務工作 其實校董是負責學校的投票 知道老師人工 知道學校發生甚麼事 你其實不是太多做的 你都是投票 舉手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自己 作為一間學校 你有影響力 其實學校都會有一些政策 我想對於我們自己的社會 或者社區 都有好的影響 我鼓勵大家 鼓勵多些身邊的人 關心社會 或者由自己做小小開始 我覺得盡你的能力 上班可能跟 上班的WhatsApp群組 傳遞一些信息 或者你作一個社區的 師奶或者跟其他當口打關系 我覺得就算不是你自己參選 例如你支持民主派的人士 我想他們都會受你影響 而投他一票 這是一個小小的力量 自己做到身邊的人都做到 謝謝 多謝 多謝 這個就是最前線了 後面那位小姐 其實我對風雲計劃 沒有甚麼奢望 首先 她風雲計劃沒有講清楚 她不包括物資資源 是你自己參選者 全部付出了 她沒有講清楚這件事 甚至她下去有甚麼困難 聽風雲計劃 她會是沒有back up 說是天下無定 做是466 因為我參與了 還有呢 我參加過2015年區選 與上運動很多朋友出來 出去各區區選 但我看到這個社運界 很多一些神棍牧師 社運老鼠 籌款三萬多元 但甚麼 單張 二拉架 啤雅 全部會資源開出的 竟然都有三萬多元 三萬多元可以支出的 所以我玩了這麼大的社運 大家要小心 被人騙 被人騙 還有呢 風雲計劃呢 你放一個年輕人下去 不要緊 你要想起來 有第三線人 另外還有第四線 可能建制派來 叫做戒票 你一個年輕人 在這方面 突然去到那個時刻 他是不懂怎樣去處理的 但是你風雲計劃 連這個back up都沒有 只是我盡量好的責任 我是培訓你的 要這樣做 但是 落到去呢 支援是不夠的 如果是風雲計劃呢 要他講清楚 這些去到某個家庭要back up 其實民意知道的 在這個過程中 他一定有人陪著去 或者有人諮詢 他也未必做得到 所以 在這個期望和車網 希望去補足這件事 謝謝 小龍先生回應一下 我和施德萊都回應一下 因為 實際上我們很難說 給錢人去選 這樣是會在法律上 構成一個很大的風險的 但是呢 我知道 戴教授呢 除了做培訓呢 都做了一些部署的 那我找施德萊回應一下 我舉一下一些地區 做著拍攝的例子 其實剛才前面 有一個來聽 我們叫做一加一 其實我們呢 民主派 現在有百多個區議員 在十八區裏面 那其實我們呢 和風雲 其實就算你不是風雲 你是民主派有意思 出來參選的 而我們呢 真的有四百多個區 很想多些人去選 那可能過去呢 事實上是做得不好的 因為過去呢 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政黨 為了自己的權體 純粹自己想贏 但是呢 今次呢 大家要知道一九寮的未來呢 贏是要一起贏才贏得到的 一起做才有機會贏的 那可能風雲計劃呢 他這個階段 就算今天呢 大月平還是在做一個培訓 但是呢 培訓完之後呢 其實他另一方面呢 其實都不一定是他們去做 我們都想幫忙的 我們都很想幫多些人 贏得到 剛才後面有先生說呢 有一些叫牽制的區 其實所謂牽制區呢 我們都想他有實力的 如果他假實力呢 人家根本不放你在眼內 這個不是我們想見的東西 我們想見呢 就是那四百多個人 都看得 打得 更加有些區贏得到 那所以呢 我想我們的支援 會做得好些啦 剛才我講到一些法例問題 未必可以淺的支援 其實除了淺之外呢 一些地區議題 幫手去發掘 幫手去看一些地區的問題 其實這些的支援呢 其實都很重要的 其實不說了 大家不知道 剛才呢 有個民建聯的區議員 在紅磡區 走過 拍照 真的喔 走過啊 我看到我認到他 大家未必認得到 其實我們很需要很多些的人呢 幫忙去看著那個社區的 縱使你未必是去參選 喂 你幫手發個WhatsApp 說給友誼參選 民主派聽啊 喂 這裡要幫手做一下一些事情喔 那其實呢 大家一分一 逃脫一些力量呢 就是幫助那個候選人出來 贏得到啊 那希望我們有做一點補充啦 我有一點補充呢 希望民主動力呢 就不為公雲計劃 或者2019年推選呢 叫那些候選人要給錢 民主動力做一個 或者假助 因為初選都要 候選人給五萬元 那如果你說那些小朋友啊 小孩子啊 他已經要去徒庫 那你還要叫他給一萬 或者兩萬元 給民主動力 他幫助的話呢 我希望在這方面呢 他認為 那些資料去找 就不要找那些候選人 去拿錢出來 好我回應一點點先 那其實呢 就 我想呢 就 這個 民主動力就不會 要求那些候選人 拿兩萬 或者五萬出來的 可以回應了你先 那第二樣東西呢 我想說一說 戴耀廷那個 風雲計劃呢 其實呢 他分了三路大軍的 那我有一個叫 網台節目叫做網絡興起 我就 第一集就請了他做我嘉賓的 那他呢 那他呢 希望呢 就是說呢 可以做一個聲勢出來 就是十八路大軍呢 就是一齊去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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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建制 亦都不是保皇 亦都是帝制派 其實呢 習近平做了 就是清帝之後呢 我們不叫他保皇 叫他帝制派 那其實呢 他分了三 三 三路軍 第一路呢 就是元路軍 他就游水一些 比如說 毛孟靜啊 李柱銘啊 那些元路出來呢 就是做一個 就是每一區有一個 有一個元路呢 就做一個領軍 其實不是打算贏的 是一個聲勢出來 一個兼命的 那第二路呢 就是呢 就是正規軍 正規軍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 一些政黨呢 就是現任的區議員 或者一些呢 就有機會贏呢 又是有政黨背後的 的軍 有正規軍 那第三路呢 就是新軍 那新軍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白區 剛才施特萊講的白區 那我們因為 他也有很多數據的 其實戴耀廷呢 就是一個學者 當然就找了很多資料 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那個 那個區議會 我們會輸得那麼多呢 為什麼會 那個投票率低呢 原來 就因為有百幾個席位呢 根本上就是呢 沒有人選的 好了 施特萊講了 沒有人選了百幾個 那些所謂現任的區議員呢 坐定得六 那麼有義工 那些義工 就去幫隔離 隔離那個聲勢更加豪大 本來已經很豪大的 你再加起來更加豪大 所以我們很難拍 所以現在這個風雲計劃 其實呢 那個好處就是呢 戴耀廷呢 這個風雲計劃 他不是說要做王者 就是不是說要做一個大聯盟 那樣 他希望呢 就是那個新軍呢 可以呢 在那百幾席裏面呢 他拿回三十個percent的 他贏到三十percent 或者是 給多百幾人呢 去參與 就是從政 變成了呢 香港越多人呢 就是支持民主派的人 去吵政的時候呢 自然呢 我們將來的機會就好 我們不是就是看2019年的 我們現在這樣看下去的 因為看到2047年的 好了 如果我們能夠真是呢 就是跟回戴耀廷那個做法去做呢 我相信是很有希望的 還有一樣東西 我還要說 戴耀廷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學者 他要坐牢的了 他練習還是怎樣去 就是凍水糧啊 所以我們希望呢 不要批評他那麼多 就是我看不到有什麼 很大的問題 當然我覺得他是舒心論正的 他對實實在在的那些社運呢 他真的未必是真的很熟 但是他的出發點呢 是很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是各位市民呢 可以呢 真是支持 真是支持我們民主的同路人呢 我們呢 要團結一致 團結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不是說什麼 誰不好誰好 我們剛剛說的 標操高 標操高 共同目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呢 我們可以爭取回 我們應該有 本身香港應該有的 自由民主 和一個核心價值 如果我們自己 這件事都不做的時候呢 將來就是一片黑暗 就是沒有希望啊 所以在這裡再提一提大家 就是 真是要為了我們下一代 其實是為下一代 我們這代有什麼所謂呢 就是幾十歲人 在座都很多幾十歲人 是不是 就是不是很重要 我們想我們的子孫 好 是不是台下有什麼小姐要說呢 我是想回應啊 馮智活牧師 剛才說的那個呢 說為什麼 有這麼多人 還不去登記做選民呢 其實就是說 香港人現在是有一種 很強烈的無力感 就是他覺得我就算他登記了做選民 或者我甚至乎去投票都好 我投了出來那個又會被人DQ 是不是 或者是我怎樣投都好 因為有功能組別那個問題 所以你們永遠都是不贏的 是不是 那還有 這個是 譬如好像現在近來 這個共產黨做很多很多 就是 無賴的動作啊 總之 我說合法就合法 我說不合法就不合法那些 那令到香港市民覺得是很無力 另一方面呢 就是說 立法會 現在的人說 立法會叫垃圾會 為什麼呢 就是說你看回 是特意要做到那個立法會 你們開會的時間 是很混亂 這個混亂不是民主派造成的 你看看上個禮拜 阿葉劉那個做法 就是他都不怕做到髒垃圾給人看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做給香港市民看 這個立法會是垃圾會來的 你們可以不要去投票那 那所以我就說 香港市民應該用自己的去智慧 不要中這個政府的奸計先 第一 第二呢 就是我說 譬如法輪子派的人 很多時候呢 他們是拿著一個叫做 政治倫理 或者是政治道德那些 那些那樣呢 譬如你們的政策 他們不想別人說他有黑箱作業 那個策略不想被人說他有黑箱作業 只有透明度高 就把你們自己想做的事呢 在那個大氣電波都說給人聽 那是不是就是人家會對著你這裡來打呢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 要拿一個平衡 為什麼說叫透明度高 是不是 就是說如果你說 那本身政治就很難刷的 如果你有政治潔癖的呢 不要參加政治 就是這樣啦 我覺得 回應一點點 這位小姐 所以 怎樣去打破無力感呢 其實行動就可以打破無力感 因為無力感是你覺得你無力而已 其實你一走你就知道自己有力了 但我很想告訴大家 不要放棄投票 因為呢 如果我們節節敗退 最終會發生什麼事呢 DQ我們很不想見到 是不是 但是 倘若我們再不投票 在議會道連三分之一的境界線都守不住 那就鑊鑊都DQ了 你算到哪個哪個都DQ了 那所以 其實不是不重要的 千萬不要覺得輸了一場仗 跟著 心淡了 不投 還有得你輸 如果我們放棄 正正是覺得 覺得最無力的時候 就是最艱險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全力作善的時候 我們不單不可以兵白如山島 我們更加要全贏回來 我們是還有得贏的 我們一直一直一次的選舉 拿過多一次 我們一定最終是能夠拿回控制權回來 那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回應那個無力感的問題 越是無力感的時候 越是就是形勢艱險的時候 越需要大家去行動 等於剛才這位女士說 她會在前線跟我們去搞 游泳的公公婆婆 最好遲些考慮一下選家教會 好啊 這些就是作戰的最前線 我們是靠你們的 其實不是那幾十個議員 能夠做到所有事情的 是靠你們在社區裡說 廣東話是我們的母語 但是廣東話裡面也有不同的 阿婆說阿婆話 中年女人說中年女人的姿拉話 青年人說青年話的 真是不同的 我們那時候說sorry 那些青年人說so 這樣就不同的 所以呢 我們是真的需要大家 翻譯成為大家的話 去跟自己的朋友解釋 例如經常都說 有一件事就是 一直以來這麼久的誤解 經常都說拉布 阻嚴工程 跟著搞到建不了工 我會說建不了工程 當然不是啦 第一 拉布拉那幾個月 其實政府的工程是提早招標的 那幾個月是不影響它的興建的 大家快點要回去講 他們是提早招標 拉布遲多幾個月 是絕對不影響那些招標的 也都不會令建築工人無法開 即使它退後 全部都退後 怎會無法開呢 因為它退了那麼久 都集齊了那麼多 那麼多項工程 這個第一 所以根本就不關拉布的事 拉布沒有影響它那個建設期的 第二 其實 其實呢 不是在議會抬了出去 就不用上班 議員的職責 在議會上揭破保皇黨的謊言 是很重要 但是 拉布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拉到差不多 你就存到一個令的了 整期 跟著政府的工程 他就要等通過 那些很不合理的工程 那些很不合理的工程 我就說一定要建個街市 他就說一定要建個醫院 他就背後要來跟見我們 你怎樣才肯不拉 那你建個醫院 那你建個醫院 我那條底線就建個醫院 立刻就跟我約 見官員建個醫院 那所以其實 就是 議會外的 背後的這個遊說 令到很多民生項目 有所推進的 所以其實呢 拉布是有助民生的 這些要你們用回自己的話去解說 是因為每個議員都落力認真以示 去問問題 你建中他死穴 有什麼可能公屋村 沒有街市 有什麼可能填了海 15萬人搬去東沖東 沒有醫院 還有啊 中九龍幹線 你建十年 跟著說拆了那些八八的公園 全個佐敦油麻地 只有一個公園 你跟我拆了他 那他就去哪裡下棋啊 你賠一塊地給我 他就答應我去找 其實就是這樣 去換回來的 那些議題 所以希望大家 要用自己的廣東話 去解說回你身邊的公公婆婆 年輕人 師奶聽 真是民主派在議會 在做什麼事 我們是要去用心 去破除這些滲透和抹黑 要靠大家用自己的母語 去講清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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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懂 什麼政治理論 那些我不懂的 但是我也是常識的 就是我經常聽人說 就說人多細重 人多才會細重 歷史上不論中我都是 因為所有政治運動 之所成功 有一個條件 就是民眾覺醒 很簡單的 怎樣令民眾覺醒呢 就要宣傳 宣傳工作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不要講遠 就是講最近的 還有我們很熟悉的就是共產黨 那共產黨 21年的時候飆出來 全國只有52個黨員 為什麼他會誠氣後呢 就說他宣傳工作做得好 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現在宣傳輿論 那個那個 那個 他拿得好實的 那我原來很重要 那說得白一點 就是宣傳了 那為什麼 香港民主那個勢力呢 那個勢力越緊越縮呢 就說那些支持民主的人 越來越調呢 就是你們 就是你們民主派的人呢 那個宣傳工作做得不夠 一個不夠 第二個也不得法 你的宣傳工作 因為你是對民眾宣傳 民眾不是個個很高的數平 是吧 所以你不要跟他們講大道理 你講大道理 那些民眾一來沒有耐性 原來他也聽不懂 是吧 你用那些群眾語言跟他們講話 就比如你們現在 在議會 你以為你民主的勢力這麼弱呢 你怎樣 鼓勵民眾支持你們呢 是吧 你可以跟他們講 大人都是弱 大人好過沒有 如果你們不支持就沒有懷 那不是沒有懷 死定死定死定 什麼意思 他不知道 我告訴你 如果 你沒有了民主的聲音呢 你香港呢 就變成大陸了 那你們呢 如果不支持民主的話 不去爭取呢 你說你又深淡 不爭取嘛 不爭取嘛 不爭取就做奴才 是吧 都是兩條路 一個 一個 你就跟共產黨鬥 一個 你就跌心手做奴才 是吧 那 好了 你若極都好 若極都 辛苦極都好 做奴才 那就會支持你咯 是吧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 還有一個呢 另一個就是你的宣傳工作 真的要做一個道家 用群眾的語言和群眾說話 另一個呢 就是你的誓若呢 就是你的團結工作做得不好 我所舉個例子呢 就說你的很多派的 泛民很多 一會又 又民主 就像你們那樣 又爭取普選人家派 是吧 一個政治理念 一個港國 那些又一個政治理念 那九十幾派 那你們九十幾派 自己都不互相支持的 其實你們這麼多派呢 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是民主 只不過呢 你們呢 就是 就是 在沒有主權的前提下 就是 激民主 港獨那些呢 就是 希望在有主權的前提下 爭取民主 其實共同目的都是民主 所以呢 所以 我個人的第二立場呢 就是我反共 還要堅決反共那隻 和堅決 港獨那隻 如果你們有什麼行動的話呢 我是港獨的 我不是 我不是爭取普選那些 是吧 但是呢 我一定標出來支持你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共同目的就是民主 我不管你的什麼方式 為什麼你們呢 通過選舉的方式 而港獨派呢 就是他們 通過 抑惑的方式 去爭取民主 方式不同 但是目標是一致的 多謝 多謝 多謝這位先生 真的很好 不同的光譜 其實在選舉中 通力合作 真是要去拆出選的候選人 多謝 因為呢 正如先生所說 群眾有群眾語言 就是靠大家和我們翻譯 師奶有師奶話 叔叔有叔叔話 是不是 如果我們在議會上說些 很群眾的語言 又會被人攻 我們還有書生的語言 又要去游泳班書生 所以真是 群拆群力 大家一齊翻譯 我和你們說一次 原來我們認真已是 可以換一些民生回來 大家就回到討論說 其實啦 拉布才是捍衛民生 和他逐個激活 所以真是靠大家 我們是沒有傳媒在手的 我真是在場都不少記者 大家心知肚明 真是有哪一張記者的報紙 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最大的那個網絡 就是這個CCTVB 即是無線電視 現在變成中央台 在中央台 現在有沒有見過我們的身影 好少啦 什麼東西呢 什麼東西呢 護面的就給你 護面的就拍著我們 還要特地拍著你醜樣 對你醜樣的那段 特地拍到你很糊塗的 讓你的樣子都是不討好的 對 你現在轉過來 那 所以希望大家 群察群力 一齊幫我們做多些宣傳 真是怎樣都不夠他們 鋪天蓋地幾十億為穩廢的 多謝大家 那 剛才還有 現在呢我就想交時間 給 詩德萊和Sherman做少少總結 對 一會兒我們不介意 有少少overrun 你們有意見還可以繼續說 好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拍張照 好 做少少run up 如果今天一路由頭聽到尾 其實在說兩個訊息 兩個訊息就是 區議會很重要 重要呢不是說區議會的席位 而是區議會影響到立法會 和影響到特首選舉 影響到執政那樣東西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由區議會開始講起呢 第二天呢就是 講大家的參與 剛才講了 無論封雲計劃好 傳統泛民好 或者一些地區組織也好 其實現在加上呢 都不夠四百幾個人去選 我們仍然希望呢 有多些人去選的 今天戴耀廷是他第一期的訓練班 的最後一天 所以剛才他來了一半 然後回去了 那接下來他會開第二期的 那我第一期 很多有叫做社區經驗的一些區議員 每個人都會支援在 無論是封雲計劃的平台也好 或者其實我自己是文協 那文協我們會搞一些 培訓計劃的 那我們都歡迎其實其他有意參選的人 一起去學習 目的做一件事就是 希望贏多些區 那所以如果要去參選的 那繼續舉手 繼續聯絡我們一些不同的負責人 然後如果你不是參選的 其實如果你有時間幫手助選 或者你有專業知識 幫手專業支援 其實我想都絕對第一個歡迎 那政治以外 剛才有些是講到 是家教會的 我告訴你其實家教會很重要的 十八區都是一個叫家長教師會 十八區的家長教師會 每年在區議會都拿著很多錢 又做些什麼 做些和諧的事情 就是什麼 做些大家做順民的事情 叫你不要說那麼多聲 所以十八區其實有很多錢 如果你拿不到這個業務 你做家教會 都會有一個政治影響力的 影響著想給小朋友 什麼的學習 其實現在就願意 你做信民 不要說那麼多話 不要說那麼多聲 什麼都看著習大大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參與的 剛才劉淑木之說到 他參選區議會 就在屋苑都宣傳不到 其實在說什麼呢 就是法團被人主導了 屋苑的業委會被人主導了 你很多屋苑維修的工程會被主導了 利益輸送了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點的參與 來的 再低層一點 再簡單一點的一種參與 剛才說的一些選民登記的 其次之外呢 其實大家就是每人一雙眼 幫忙看看自己的社區 有什麼社區的問題 告訴你當區的會參選的人 叫他去跟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資源不多 我告訴你 我上一屆一一年 區選我選深水埗 對著民建聯 我一個人 民協支援我請了半個助理 一個半人 對對手是什麼 現任區議員 再加四個區議員助理 再加他一班的那些 吃完蛇齋餅種的街坊 幾十人去幫我們體育區的 那我就拿著一二三四 這對手數得完的人 那都是我們一班街坊支持 其實所以希望呢 大家就 一人一雙眼一雙手 幫忙看完社區的人 告訴你當區工作者聽 希望呢 將我們的實力 將實績 將你剛才說 給心比勤力的東西 一起灌輸出去 好嗎 總結 那我總結一下 今天的主題呢 是講風雲 那其實風雲呢 其實有兩樣很重要的內容 第一就是講那個協調 即是說大家是協調出選 即是大家不要撞 大家不要撞區 或者大家不要搶席位 那第二個呢 就是講的是說 不同的議員 即是議員可以 你參選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參與 即是一個真 一個真打的 一些就是什麼 真軍 一些就是拉開別人的戰線 一些就是新丁 那其實我就想用一個成功個案 給大家看 即是其實是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去年呢 就有 去年呢就有補選的 那麼就大概 年底 年底 年底到 那麼就 其實都 到現在應該可以講 講回給大家聽 其實東華選區 當時呢 即現在東華選區 大家都知道是 民主黨的邦尼 贏了 那麼其實當時呢 是不止有一個 民主派的人 是要參選這個議席的 那麼我們呢 就坐下來談 結果呢 就某程度上協調了 邦尼一個 一個代表泛民出選 以至於呢 投票 對於選民來說 就很容易了 即是說 他一定是投民主派 那邦尼就是民主黨 那這個 這個一方面 即是說 其實證明呢 剛才有朋友提到 其實協調是不是沒有可能 協調是有可能 但是當中呢 是有人有犧牲的 即是有人有興趣去參選 或者他在 他在那區都做了很多事情 他都覺得自己是適合參選 但是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是大局為眾 大局為眾 都是協調了 由一個出去參選 結果呢 就 邦尼是可以贏了 那麼這個是協調成功 以至選舉成功的一個例子 那麼當然 這個另外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選區呢 就是山頂 山頂選區呢 就是 其實山頂選區呢 就是自由黨的 就是 標倉來的 沒有人可以 贏到這個席位的 所以你 誰去選 都是炮灰來的 那麼 我們呢 當時呢 當然不可以 給他自動當選 對吧 那我們又派了人去選 那麼 2047 香港監察呢 就會 重量級 找到 陳志健出來 陳志健的知名度很高 又寫東西 又開麥克風 又成 這個重量級 其實他就是 其實他都知道 贏的機會不大 但是他都肯 肯下去參選 去拉開 對方的資源 那麼 可能某程度上呢 其實 當時 如果 如果只選山頂 即只得山頂 即只得山頂補選 或者只得東華補選 氣勢都不太好 那麼 我們兩個選區呢 那麼我們 我們又協調了 我們又和阿邦尼他們協調了 我們一起去做 一些聯合的行動 或者 聯合造勢大會 那樣 變成 做起了一個聲勢 其實都某程度上 就是說 陳志健的知名度 某程度上 都幫到 阿邦尼那邊的趨票 所以其實 正正就是 顯示到 Demonstrate到 一個選舉運動 裏面 不同人 有不同的角色 就是說 陳志健是去出 去打單黨 其實他 當然他也想贏的 他也不是說 純粹單黨 但是 他的角色結果 就是做了一個單黨 而 阿邦尼呢 就可以 在那個 過程當中 提高了知名度 因為 有很多聯合造勢大會 那些記者 很多記者都來了 很多泛民的議員都來了 小麗他們說都來了 支持牆 這樣 變成那個 publicity 報導多了 投票率高了 才可以造成 一個這樣的結果出來 所以證明其實是可以的 是work到的 只要 在當中大家 擺下自己 其實就好像 一條隊 有人打前鋒 有人打後衛 甚至有人打後臂 有人打後臂 是不能出場的 那你都要穿衣服出來的 打後臂 你打後臂都不能透懶 要陪人一起操 是吧 所以那些其實 後臂那些是最偉大的 可能未必是前鋒最偉大的 但是我們都要下場 都要打 那你找 我希望在座大家 或者你散開 就是每個人 去找回自己的角色 無論你是做前鋒 真打真的 是我辭了一份工 來參選的 或者不是 不行的 我都是 斜著選的 去選 或者不是我 我新丁的 但我都願意 給些時間出來選 或者我做義工的 或者怎樣 就是你去找你在當中 一個的角色 我總結 最後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 下個禮拜 就是 5月19日 4點至6點 仍然是我們平街工廳會 在這裡呼籲大家 如果可以拍照的 我們可以拍一張大合照 那今天的路程 很多謝大家 就是參與 很多謝大家 那如果 下個禮拜六 下個禮拜六 就是5月19日 2月19日 4點至6點 仍然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民間工廳會 是 民間論壇 是 民間工廳會 之九龍西民間論壇 這樣的 下個題目 我們會再給大家 謝謝 我們會派一些 我們會引一些單張在這裡 派給居民 我們最主要 希望的目的 就是 這裡的居民 都可以參與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通知到他們 所以唯有我們 現在又會 要靠民號 維修香港的民號 因為在附近 可以幫我們排一些單張 好 多謝大家的參與 今天 我們這張照片 留念 大家過一間